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2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戴安娜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有看新闻的话 都知道我们的行政长官特首 女儿有些疑似的情绪问题 还搞到自残 离家出走 那究竟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有这么多情绪问题呢 有什么解救呢 袁医生 我相信这个的新闻呢 都过去都好几次 是呀 大家都有都都收到的 那 当然在报道之中 你可以看到 例如这个AM730 这里所说的 那个头条就是 那个女儿叫什么 齐恩 Facebook 留言 青租母掌刮 玉玛 那你说呢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被 爹地妈咪 看佛 有没有被罵 那我相信 尤其是在我们的 中国人社会 不要说 旧一代 新一代 其实是一个 很 很经常 就是 很普遍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很明显 我妈妈呢 当遇到宋文仔 教育都教不了 就当然会很敏慎 那在我的工作里面 过去三十年 我也都处理过很多 很多的 很多的宋文仔 那些问题 通常的家长来呢 就会说 要是那些宋文仔 读书差 对不对 那 或者学校说 他专注你有问题 或者说他个月度会约 那样 那 也都有一些 我的病人里面 也都遇到一些 是 年轻人 前清人 有很 很暴力的倾向 在学校 可能是 和人打架 和人打架 罵 恶作剧 骚扰 即是 那个骚扰 那些 同学那些上班 甚至乎 我亦都遇到一些 病人呢 他其实在家里呢 就直接差不多 是一种暴力 来到 就是要 斩杀 很多都有一些 所以 甚至乎 那个 那个 厌食症 狂食症 其实很多的 招女 宅男 宅女 其实我相信 这个是一个 很多人都遇得到的 那 问题 即是 连特首 都 都 遭遇到这些 就是 女儿 这类的问题 那我相信 在报章上都看到 他们一定想尽办法 来到 帮他 医治 对不对 但是 一般人呢 我相信 一般人形式的方法 都是 不外乎 就去做些 counsel 那些 就是 用一种 有可能会 用那个 券道的方法 或者 counsel的方法 但我相信 很多人的经验 其实那个效果 是很差的 在外国也有个调查 发现 一般的counseling 那个成绩 大概三年里面 是大概有 3%有效 其实很低的 所以现在 我也都开始认识 很多的心心灵 那些活动 很多人都用一些 其他的手法 来到帮助 那些人 释放那些内心 那些 情绪的问题 那我们都 曾经以前 我们都好似都介绍过 那有些人 就用一些叫 tapping 就是在身体那里 通常叫你 就是 想象回你的 最恐惧的那些问题 面对它 然后就在 你的身体的 不同的部位 在额头 头顶 手 手 手掌 底下 你都一路敲击 一路去思考的 那我也都 形式了 一位治疗师 那他都在我 上校那些 和我疗法的 过程的 那原来 他说回来 原来他 他有一套方法 有效果几好的 就是用你那个 他叫做 是 REMD 就是 他要你 用那些光 或者用手指 引到你的眼球 是左右转动 那从而 就再用 就是用 再敲打 敲击 再来到开解 那我估计 他这种的方法 就当你的眼睛 要被 就是要引动 被 左右转动的时候 他可能 那个 里面那个脑袋 是 可能左右 胶截得得好些 那 也都容易接收 他的讯息 那 但是 虽然是这样 我们始终 在我自己的工作里面 仍然 很多 很多 家长 病人 是 就是 很多方法都试 那些问题 嗯 那就是来找我们 那 当然 在我的处理方面 我是很着重于用同类疗法的 那 除了同类疗法 营养方面 也有很多的 那 每人有问 为什么我们现在突然之间这些问题多了那么多 就是 除了自闭症 最近的数据就65个10元 就有一个有 那个 简单一点就是阿斯伯格的问题 那 那 还有一些是 就是那个 aggression 啊 啊 就是 很多很多这些的 情绪的问题 那我就想介绍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我就会大家在我们那个网站那里呢 我们就会印到那个底面那方面的 那这本书呢 就叫做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nd Criminality The Medical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Brain 那 那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 疫苗注射 和社会的暴力 和犯罪的行为 那 美国的医学呢 是怎么样呢 是 伤害襲击 美国人的脑袋 那 那这位作者呢 是叫做Harris L. Coulter C-O-U-L-T-E-R Harris H-A-R-R-I-S L 就是 Middle Name Coulter 那这位 那这位 Harris Coulter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一位博士 那 他以前是读 医学历史 我知道 那他写很多 关于医疗的书 尤其是说和疗法 他有本很经典的 之作叫Divided Legacy 就是说和疗法的 历史 前身的历史 那 所以呢 这本书 就是可以这样说 是很清晰 是给大家解释到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的10元仔 是这么多这类的问题 原来 他认为 其实大部分的 这些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的疫苗注射里面 是导致我们的脑袋受损 即是不同程度 那么他一种 就叫做minimal brain damage 就是一种低度的脑袋受损 那么minimal brain damage 的人呢 就会 啊 虽然呢 就好像自闭症 那些 那么他说呢 我们的神经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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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损 那些问题 所以他会对那个声音特别敏感 对于那个眼神的光的接触 有一些很异常的表现 那 其实呢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经 是因为在那个疫苗注射 那时候是受了破坏的 那 他说过很多 除了 就是跟大家讲讲 那些题目里面提及的 比如有些是aggression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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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sexuality 在性方面 是过度的活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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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没有办法从 他叫做innovative to acquire experience 就是没有办法从自己的实际经验里面 学到东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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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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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很怪异的自我行为 情绪和情绪的不得成长 然后是疾病、情绪低落、自杀经向 其实很多很多 到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讲及责男、杂女、社交方面的回避、社交方面的困难 以及所谓是sociopathic personality 以及社交的犯罪行为 基本上他都叫做 Post Encephaletic Syndrome 即是后脑炎症候群 简单来说 后脑炎症候群 这本书是很值得看的 因为这本书的背后 是有很多科学的参考资料 这些资料 其实他所说的一件事 根本在医学上 在科学文献上 其实应该说了 记载了 是千真万觉的问题 因此是这样出现的 但当然在我们香港的人里面 很少接触到这方面的资讯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 试试去购买这本书 这本书暂时来说 就已经是断了版的 所以大家要买 就应该只能够去 去那些Amazon 买回一些所谓的旧书 这方面的 还可能有机会买得到 其实最主要很多问题 就是在这方面 即是说 我们要预防这个问题 其实就要考虑 我们是否需要打这些 这么多的疫苗注射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自然疗法与你 欢迎回来 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清少年情绪问题的自然疗法 那刚才袁医生你提到 那本书 《Resonation Social Violence and Criminality》 这本书我看到后面 有过八个医学文献 是支持这个作者的理据 是的 是的 所以 所谓 正确确确确 要不然 这位博士 不会写一本这样的书 是指尘 可以这样说 很多这样的问题 情绪问题 小孩 杀害了父母 枪杀别人 其实很多根源 都是我们的打针 打坏的脑 嗯 那其实现在 那些人慢慢都 漸漸认识到 其实疫苗注射 会引发这个自闭症的 那有些什么 多些的资料 告诉我们 是其实 这个疫苗注射 会引发这个自闭症的呢 其实资料很多的 如果大家有上网去找 是不难很快找到这些资料 那可能你看 很多人都看不完的了 那但是呢 我过去 因为我们看很多自闭症 那我也都希望 一些病人的家长 去了解多些 我们的用的方法 那就是我通常 我的重心是 叫做用同类疗法 这叫做Homeopathy 那有本书呢 就叫做Impossible Cure The Promise of Homeopathy 那那个作者呢 叫做Amy L Lansky PhD 那原来这位呢 是一位 史丹福大学的 电脑学的 博士 那他有两个小朋友 那其中一个小朋友呢 就是被训练有自闭症 那你知道啦 自闭症在医学上呢 在现时的西方的 就是对抗性的西医里面呢 其实医不同 不得医的 那他就 结果呢 他就无意之间 就看到一些 有些雜誌 就报道有关 其实呢 同类疗法呢 原来很多都可以帮到自闭症的 那于是乎呢 他就开始沉走一位 同类疗法的医生 是他那个 是他住在加州的 那就找到一个医生呢 就帮他用同类疗法来到 就是医他的儿子 那结果他的儿子呢 在同类疗法的 出心料理之下呢 那个自闭症呢 是结果就差不多 好到 好完 正为一个正常的小朋友 那在这段过程 几年里面呢 那Amy Lansky 他就对那个同类疗法 发生很深厚的 好奇和兴趣 那于是乎呢 他开始就修读很多 同类疗法的课程 那也都看很多 这方面的株料 那最后呢 他就写了这本书出来 这本书叫做 Impossible Cure The Promise of Homeography 那这本书呢 我们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一直都有推介 和有得卖的 我们那个铜锣湾 和那个 在中环的健康店里面 大家都可以买到这本书的 那 那 那 在我们的自己的经验里面呢 就是 在 处理那些 新闻仔的问题 自闭症 和疗法呢 我感觉上呢 是 效效疗效是最高最高的 那 但是当然 很多人都会 试一下用那些药物的方法 是吧 那我明白了 因为始终呢 一般人的接触到的问题 接触到的 能够用得到的那些医疗 除了我们所谓 那个行为治疗 或者那个 心理辅导 那样 那他都好 很多时候呢 就很快就会 开始用那些药物 那 但是知道了 药物那样东西呢 就是 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效的 那也都有很多时候呢 就算表面有效呢 其实呢 实在呢 其实是很危险的 它的副作用是很厉害的 那所以呢 我通常呢 就是遇到这些情况呢 我都 就是 都 建议病人呢 就买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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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DVD 那这个DVD呢 就叫做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OK 那这本书的前面呢 就有个 There is no money in normal 那其实简单来说呢 我们今时今日的医学呢 尤其是精神科那里呢 其实我们呢 就是将所有很多的人呢 都被诊断为呢 是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 差不多个人都要吃药的 那 在这个DVD里面呢 这个 那个 影碟里面 这个 也都介绍了一位 叫做 Dr.Thomas Saz 是吧 我也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读这个名字 S-Z-A-S-Z 原来呢 他是 一位 精神科的 教授来的 他认为呢 他认为呢 他说呢 我们现在的精神科呢 很可能呢 是我们人类 近过去六十年来呢 是最大的 就是 杀伤力 就是 英文叫做 Psychiatry is probably the single most destructive force that has affected society within the last 60 years 那 那为什么这位教授 这位精神科教授 会这么说呢 那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 购买这个 DVD 这个影碟 他里面很详细 差不多成两个小时 就说 他分了三个 说的 现在的精神科医药 那个问题 为什么会 那么大量被推动 以及 他的副作用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通常呢 我知道 那些病人呢 很多时候都会 会 考虑用这个 药物的方法 那当然了 尼登在我们的 找我们自然医疗 医治的病人里面 很多时候 也都试过药物的 是 其实结果都没什么 帮助 那他结果呢 就是唯有 试下其他的 自然医疗的方法 那所以 大部分病人来说 可以这么说 都是当 那个 心理辅导 行为治疗 音乐治疗 甚至有很多 营养的补充剂 都 都试过药物 但是呢 他们都效果不够了 那他才会 懂得来找我们的 嗯 那我们稍后都会 将 那个DVD 和那些书的资料 都会 在我们的 网址上面的 那如果有需要 都可以去 陆创意健康店 买到 袁医生啊 那 那些小朋友 在学习方面 如果 有问题的话 同类疗法 如何去医他们呢 在我们的同类疗法 的资料 或者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们都有很多的 就是 尿剂 用来 是帮助 那些 就是有 有学生问题的 是 譬如有些人很容易 就 就是 犯错事啊 做错事啊 那 在我们的考虑的情况 我们通常呢 都是要去整体去考虑 那个病人的 去那个 就是 如何去配 配用一个疗剂的 那 其中有一个呢 譬如我给几个 给个 简单的例子 那 那其实这些疗剂 可以这么说 一般性都用得着 就不一定是要 处理 学习能力问题的 你知道疗剂的东西 就是 那个 叫做 同病意志 二病同治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在我们 採用的疗剂里面呢 我有几个比较大一点 就是 惯用的疗剂 那有一种叫做 Berita Carb 贝 那个 Berita Carbonicum 那 是一个 一种矿物来的 Berita Carb 叫做 碳酸贝 OK 那碳酸贝的 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蒙古症 嗯 或者一些 是小朋友 就是很明显的 他是 学习是很弱的 那你知道 大家有机会见过 蒙古症的小朋友 或者 就是 唐氏症候群 那样 他通常都是比较肥肥白白 很害臭的 很喜欢躲在妈妈的背后 那样 那这种 这种 这样的 症型的小朋友呢 我们很多时候 就会用 那个 碳酸贝 Berita Carb 这个尿剂 那 再另外 再其次呢 就跟 Berita Carb 形状都是 白白正正 濕濕 濕濕 容易多汗 很小身謹慎 喜欢吃鸡蛋 这种 很多时候 我们叫做 钙形的小朋友 Calcium Carbonicum 那 钙形的小朋友 通常呢 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呢 是出现了问题 或者有少少 迟了少少 那 那当然 钙形是一个很基本的 审敏仔的疗剂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用一个 就是用 这个 Calcium Carbonicum 来到 就是来到 处理它 那 Calcium Carbonicum 它叫炭酸钙 是一个 是很基本的 审敏仔的疗剂来的 好了 那 除了这个 我们有时候呢 都会一种 用一种 叫做 Calcium Calcium 其实这个疗剂 是一个 一个 乳癌的 病 的 女病人的 胸 胸 癌的细胞里面 是 提醒出来的 那当然 大家不用怕 因为同样疗法的疗剂 通常呢 将原来的物质 是经过特别的处理 将它不断的稀释 一百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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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稀释到 成数以 几亿亿亿亿万次 所以呢 当它成为一个疗剂的时候 无论 它的名字 是什么的物质 或者有什么毒性的物质 但当它成为一个 和疗化的疗剂呢 通常呢 稀释到 完全没有任何的成分 那 Casinosum 亦都是我们 常用得着的尿剂 那 刚才我介绍的本书 Impossible Cure 那本书呢 就是讲这位 Amy Lansky 她的小儿子 她的自闭症呢 其实结果呢 那个医生呢 都是采用 Casinosum 这个尿剂呢 就是 一路的 逐渐的 不定的来到推动 那结果就 将肾身体完全医好了 那 Casinosum 是我们基础用得着的 在自闭症的方面的 那当然呢 在同一个疗法的 医治的方法里面呢 我们不是说 某一个疗剂 是给某种病的 其实呢 每一个疗剂呢 都可以医不同的病的 就是每一种病呢 也都有很不同的疗剂 那所以我们通常要考虑到 整个病人的整个的形态 她的性格 她的喜好 即是她的体质方面 可以配药的 那所以 除了我曾经说 Beretacarb Calcarb Casinosum 还有 Lycopodium 石虫 石虫 石虫型的小朋友 轮型 其实很多这些 基本的疗剂呢 其实在 都是可以 应用的是 一些小朋友的 成长的问题 或者学习的问题 那些方面的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 治愈化愉悦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青少年情绪问题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 如果小朋友有情绪问题 又是类似躁狂那方面 那有什么疗剂 可以介绍一下给他们用呢 在我的过去经验 遇到一些小朋友 有些很躁狂的症状 包括我和大家也提过 有个个案 那个年轻人 暴力行为很强 可以这么说 会拿刀斩 追斩 父母 父母要躲在房间 关于他们 会遇到这些情况 当然 你经常叫 报警都没有用的 那又怎样呢 如果他知道 如果他们不懂得医 或者医不好 那肯定 那肯定 那肯定一定要吃很多精神科的药 令到他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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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况呢 我就用到一个疗剂 叫做anacardium anacardium 是叫做马六甲斗 OK 那马六甲斗 通常呢 他有一种 我们怎么说呢 是 那个情绪那方面 是很多 很多 就是暴力的行为 很多愤怒 很敏忍 很多时候呢 他就要 要有报复心很强 有时候会觉得人对他不好 他要报仇啊 那也都内心 世界呢 就有一种 就是正邪的冲 就是冲击的 一方面呢 觉得有 有把CM呢 叫他要去犯案 另一方面呢 叫他你不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是一种 马六甲 那个精神的状态 的疗剂来的 那其他的疗剂呢 譬如我用那个 那个黄金 Orum Metallicum 那黄金的阵营呢 通常呢 都是那个 那个 那个情绪低落 是挺重的 那有时候可能 因为宗教的因素 是导致他那个 躁狂得来 又情绪 情绪是很低落 甚至是一个 很深层的 想自杀的感觉 好了 另外一个疗剂呢 叫做Dincere Beladonna 那这样 那Dincere症的人 我记得有个症状 有个病人就是这样 那他就是很躁狂得来 其实呢 操狂的时间间 那个人呢 就面都红了 很激黄 那样的 那这个人呢 都是当时 吃了一些精神波药 按摩他 但都知道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 看那个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那个DVD 你会知道了 其实所有这些 精神波药 长远来说 都是不会好的了 那好了 那结果呢 我就用了 这个Dincere症状 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 是Beladonna 那结果呢 他整个人 就稳定得很好 那 最后我听到 他的症状 他都是一言 吃一些精神波药 好像有些 不知一个月吃一次 不知很久吃一次 那些 那我觉得大致上呢 可能Dincere症状 本身已经足够 是控制他 这个问题的了 好了 那除了Dincere症之外 那我们也有 钙 就像我所说的 Calcarecarponicum 碳酸钙 那碳酸钙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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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躁狂呢 都跟宗教方面 是挺强的 那 那 对人的平衡 比例方面 那种能力 是缺乏了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 就是Canphora Canphora 大家知道 是什么 Canfer Canphora 是Canfer 即是张脑 那原来张脑 原来在某个症状方面 可以用得到的 那通常张脑的症状 就是跟那些人妇 产后的症状 那只眼 就可能会 斗鸡眼 或者是一种 就是目光 疑似 以及 就是光光的 拍光的 那面色又 又苍白 又那个 那个 那个 面额 很凍的 那通常 皮肤又干 但是呢 它就会不断地 来到 骤骂人家 那Canphora 的重心 就会很冷的 即是它一种 躁狂得来 尤其是面部 尺压 是很冰冻的 有这个正形的 好了 那另外一种 就是Coculus Indicus Coculus Indicus Coculus Indicus 那是 那个主要 那个 那个 我们叫做 印度房纪 Coculus Indicus 那通常 它的症状呢 是因为 它那个 行经的 经期 是受益压 那跟着呢 它人就变得 躁狂 那跟着呢 就 另外一个疗剂呢 我叫做 英文叫做 Hyocciamis 中文叫做 黑浪荡 这个疗剂 那这个疗剂呢 原来呢 是很多时候呢 是用 適用一些 精神 失控 狂妄的症状 那通常 这个病人呢 就喜欢 暴露他的身体 那 脱衣啊 在外面呢 就 暖地叫 暖地跳 那 那通常呢 那些人呢 也是特别 就是 那个 叫马 啊 在街上跳舞啊 那这些这样的症状 大家可能都经常都 都记得是见过一下的 那 那这个呢 是一个 Hyocciamis 那个主要的症状 那 那 还有呢 就发发癲 就是这些这样的 就是我经常都会 都看得到 遇得到 这种状态 那就是 黑浪荡 Hyocciamis 是一个可以主要的 疗剂来的 好了 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 Lecasus 南美蛇毒 那 南美蛇毒呢 通常呢 都会 会出现 可能 家庭有糾纷 或者宗教的 狂妄性的 失调 那 有时候呢 就在 又会经联 发羊钓 那 这个呢 通常那个阵营呢 它也都会说 是滔滔不绝 那 这个就是 可以这样说 是 南美蛇毒 一个很用得着的 通常它就会 不断地说话 那 还有呢 她的妒忌心 是很强的 一种这样的人 好了 那 还有一个疗剂呢 是水银 那水银呢 你知道了 水银呢 是我们的寒鼠表 那水银 你可以经常看到呢 它会容易出汗 但是出汗出来呢 也都不会说 因为出了汗 之后 有个人舒服了的 那也都会 好像水银毒 那些人会有 流口水啊 口气重啊 那很多时候呢 就一陈加怕 一陈加太热 它就会 扯开了衣服啊 接着没多久 它怕很冷啊 又拦着皮啊 那这个是一种 就是水银那种 那种 那种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Nuxvormica Nuxvormica 是马前子 是一个文明人常用的 那通常呢 都是个人 这个问题呢 就可能 不够分啊 买东西啊 太多的 就是 那个 刺激性的 生活太多啊 搞出这个症状 那其实在同样的疗化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几多下的 那 女性方面呢 我会用在 蜜如塞 Sipier 蜜如塞呢 通常呢 是和那个 驚奇 出现问题 很多时候呢 在贝经的时间呢 有时候会出现了这样的 那蜜如塞的症状呢 他突然之间呢 对家庭方面呢 那种的感情呢 是突然之间是淡了的 那 这个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说的 女性呢 到她接近根延期的时候呢 就会突然之间呢 对老公啊 没有了感情啊 对沈文仔 没有了感情啊 那很多时候 这种的状态呢 我感觉呢 很多人呢 因为这种的 荷尔蒙的改变呢 是导致很多离婚的 那在离婚的 苦人里面呢 有时候我很容易看到 这个的蜜如塞 这种病人的症状在里面 原医生啊 很多时候呢 情绪病呢 会导致到染色症的哦 之前呢 好久之前 听过很多 爱国名人呢 都是因为染色症 而这样死了的哦 那其实同路疗法方面 有些什么可以 医到染色症呢 那在同路疗法的疗剂 就是处理染色症呢 其实都很多的 那其中比较上 最常用得着的呢 就是有一个疗剂 叫做natrum muriaticum 那简单来说 是sodium chloride sodium chloride 就是什么呢 是吃盐 是盐的 那就是盐型的疗剂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染色中 最常用的疗剂来的 那为什么呢 染色症的人呢 通常就有些 我们叫做内疚的 很多内疚的感觉 也都很害怕被人拒绝 很容易情绪受伤 和自己的自我 那种self conscious 很觉得很紧张自己的 那这种染色呢 表面上你看他的样子 就是那个嘴唇干 个人消瘦 皮肤干 很容易便秘 那还有呢 你会看到个人瘦得来呢 尤其是颈部那里是特别瘦的 那当然啦 嗯 这个是我们经常最用得着的 就是颜型 那还有一个疗剂呢 都是跟颜型很相关的呢 就是叫做铝颂果 好了 英文叫Degnasia Amara 呂颂果 呂颂果的正型的人呢 通常那些人呢 就是很完美主义的 鱼味主义都很厉害的 那我记忆之中呢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那也是在外国过来 是在欧洲过来的一个小朋友 那他妈妈呢 就 家里也是 父亲也是医生 那他呢 就带他来 来到香港的时候 度假 那时候呢 他就跟我说起他的问题 因为这个小朋友 我自己也认识的 在家里的朋友 那原来呢 他说这个细粉仔 就突然之间 就出现了厌食症 那我说 为什么呢 那他妈妈就说 其实这个细粉仔呢 当时呢 他就在学着巴黎母 那巴黎母的老师 突然之间 就对着他 就说他 为什么你现在会 为什么你那么肥的呢 那这个一句这样的说话呢 对这个细粉仔呢 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 是 因为他自己这个小朋友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很完美主义的 做什么 什么要做到足 做到叻的 那突然之间 被老师 那我责骂他一下呢 他就将他整个人呢 就是 他的自我形象呢 是变了 结果呢 就出现了 不想吃东西 那我结果呢 我就用这个 的女送果 这个疗剂 是 我们用一字 我好像用很高分能的 一个M big nature 一M 我好像给他一次 那结果这个小朋友 就好了 那所以 跟着他们 每年回来香港度假 有时都跟我说 一番气 那而这个小朋友 现在最终 就是 很聪明的 就是拿了博士 经济 那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 我过去自己的经验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疗剂 例如 鸾酸 那通常鸾酸的 验食呢 都是因为那个 不开心的事故 傷心 导致他就没有了胃口 那 个人消瘦 那 可以这样说 是因为 情感的 创伤 导致的 看家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童翁的人是很需要人被爱的 很疲惫的 很疲惫人的 但他对食物慢慢感觉有些食物是不好的 这些食物又不好 这些食物又不好 不好的食物就一路这样加 当然背后他会怕体重增加 而白童翁的人其实很容易体重增加 吃一点膏饼就立即肥胖回来 所以白童翁 吕宋芒 严刑的人 经常上榜来看着自己的 这个值得是我们经常用得着的尿剂 还有一个就是Platina Platina就是白童 白童那个人的性格通常很高傲 好像性感女星那些 那些idol那种感觉 那他自己就当然啦 这些人就对他自己的外观是很紧张的 那形成慢慢地 有种怪异的思想越来越多 那就导致慢慢演变成那个厌食症 那另外一个就是蜜如汁 蜜如汁也曾经都说过 是通常在根厌期 和在荷尔蒙的改变出现的 所以通常蜜如汁的人 的问题可能是他根厌期的时间 或者也很可能 就刚刚生了十分之久 那他的荷尔蒙受了一个冲击 那就导致他对食物开始厌恶 慢慢越来越出现 就是那个问题越严重 导致一个所谓的厌食症 那除了之外 有其他很多疗剂 譬如Savisagria Savisagria叫做飞燕草 飞燕草通常都是 有一种常常被人冤枉 一种感情 好像被人冤枉他 他很不开心 他常常想讨好别人 但别人不单不欣赏他 而常常利用他 那就是导致有这种 Savisagria 这种阵形 飞燕草很多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那些 膀胱炎 尿道炎 这种这样的阵形 好了 另外一种 再和他介绍下去 就是质拍 质拍就是Suella Suella occidentalis 质拍 整个觉得自己的口中 污糟糟 里面不干净 这种这样的自我形象很差的 是 那我预遇见 有一些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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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望着镜子 望着镜子 那我说为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的样子 是很肉酸的 不漂亮的 但一看 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那结果我就用这个 尿劑 是质拍的 Suella occidentalis 那 质拍的人 好像觉得有一种 不好的事情 不想让人知道 就是你和他 你和他 谈谈多久 你会发现有这种 背后的 所以这么说 对于厌生症 其实有很多 尿劑的 但记住 我很多的尿劑 和大家聚熟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尿劑 和尿劑 其实可以医不同的 情绪的问题 那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叫做 医病同志 同病而治 同医疗 就是要这样的 就是要量身定做 他个人的整体 那个状态 是怎样的 其实情绪问题方面 那些家长最担心 那些小朋友 是会有自杀倾向 那有些什么 同类尿劑 可以处理到 在我们的尿劑 对于 帮助情绪低落 那些症状 有些很严重的自杀念头 那我们的尿劑 最用得着 就是黄金那种 黄金 那也是我们的经验 很多时候 那些黄金型的人 通常呢 过去就是 就是 就是 很能干的 企业家 或者大老板 那样 那他们就因为 经济上 遇到挫折 或者破可产 出现这种 有种自杀的倾向 那当然 年轻人里面 这种比较少 那 比如年轻人的自杀 那里呢 比如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 女宋 女宋 叫做飞燕草 这都是的 就是一个被辱 受屈 因为知道 每个人的那种性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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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受到情绪 创伤 就看不开 那 那 那 嚴型的人本身的情緒是很敏感的 受了傷後,出現了不開心的念頭 嚴型的人通常很難忘懷過去的不愉快 嚴型的人都是喜歡戴太陽眼鏡 在室內喜歡戴太陽眼鏡 因為他怕對光比較敏感 也可能不喜歡曬太陽的人 Pastor Taylor就是白頭翁 白頭翁本身的性格是很需要被愛、很癡、很癡 當他失去愛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孤獨 有自己憐憫自己的念頭 還有蜜如濕 通常我們和驚奇的波動有關 很多時候是產後抑鬱症 蜜如劑是經常用得著的療劑 袁醫生,你剛才提到的都是有用的療劑 在營養方面有甚麼可以處理情緒問題 是的 我或者講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件事發生在加拿大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裏面 原來有家庭 一個先生的太太患了醋屈症 當然,結果是自殺死了 而這位太太的媽媽 亦都是因為醋屈症自殺過身 他沒有多久發現他的女兒和兒子 都開始出現這種症狀 他當然很擔心 因為知道 如果再走回以前西藥的路 其實都沒有用的了 他很有趣 他跟一個教會裡的朋友 聊起這個問題 他的朋友說 其實很有趣 這個朋友是做動物治療的生意 其實在我們的動物治療裡 我們也有這些治療 是用來幫助動物出現這種傷痴的 動物有時候 在燥狂的時候 就會互相咬對方的耳朵 尾巴 當然他們不會用精神波藥去治療 他們用甚麼呢 他們用營養去治療 用維他命去治療 用抗物營去治療 他說他成功調製一些營養素 治療方面 治療這些動物的燥狀 燥狀 這個家長 這個爸爸看了之後 其實他都可以嘗試 動物用得著 他的人都可以用得著 於是他就問他朋友 到底用哪些營養素 哪些維他命 哪些抗物鹽 他們開始慢慢買那些營養 自己配方 嘗試那些 什麼事啊 當然又想一下網 找一下醫學文獻 看看有沒有相關的東西 結果他就研製了一個營養補充劑 給他的女兒和兒子用 結果他們兩個康復了 當然 很多其他人都有相似的情緒病 於是他就去問他 請教他 我家裡的小孩子有這些問題 他就給他的朋友試試 他的營養配方 結果他就問的人越來越多了 結果最後他這位人士就覺得 我應不應該去做一些產品呢 就是 專門給很多朋友的人需要呢 他做了產品過程裡面 他覺得 其實我們需要做一些科學的科研呢 做一些有系統的研究 結果他就找了一些大學教授 願意幫他做這方面的研究 結果他就設計了一種產品 這些產品其實就是用大量的營養素 他說為什麼這種方法 過去在醫學界沒有被發現呢 他的原因就是 在我們的醫學領域的研究 通常我們會是單方去研究 譬如你試試維他命B1 是不是這個問題呢 試試補充維他命B1 也不行 那會不會是維他命B6呢 他就用維他命B6加進去 也不行 他說原因 比如你有一個提霸 提霸就是有破裂 那破裂的地方就不是一個地方破裂 可能有5、6個地方 7、8個地方破裂 如果你用以前的思考方法 你去補孔 補一個孔 補完之後不行 水繼續漏 那你就放進去這個孔 補一段孔 那發現水藥都繼續漏 所以你要處理這個問題 你補漏的方法 就不是補一個 你要全面去補 所以他的營養配方 差不多有十幾種營養素 其實營養素也不是很特別的 都是很多維他命 A、B、D、C、B杂 還有很多基本的礦物鹽 其實都是很大路的 鈣、尾、selenium、chromium 其實全部都是很大路的東西 但結果他發現用這個方法 他配製營養素 竟然幫了很多很多 他的所謂粗獲的問題 但結果有很多其他的情緒問題 其實都用這個營養的 大量的營養補充之下 竟然之間都有改善的 可以這樣說 為何有這些問題 情緒問題出現呢 在自然醫路很強調 毒素內聚、營養不良 是所有問題的原因 毒素的來源 當然如果你是疫苗注射的毒素 因為為什麼 疫苗裏面有很多什麼 有很多水銀 水銀全世界最毒的東西 而他的份量 比孩子的用 其實應該遠超過安全水平 其實毒的東西沒有安全水平 最好就是零 一般的疫苗 在過去尤其是 有很多水銀 又加了很多鋁 亦都加了很多 我們叫做 火貓的鞋 一種 一種 儲藏劑 加了多鋁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 就認為這些問題 導致腦袋受損 當然除了之外 你加了那些是 那種病毒細菌 而一個嬰兒 出生不久 或者剛剛出生 免疫能力 還未成立 你用一些針 直接把這些毒物 打到血液裡面 心裡是沒有辦法抵受的 所以 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打針 是搞出來的 當然 後補方法 我們可以做 多用途療法 營養 排毒 這是我們一向 處理大部分問題的方法 對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一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預約會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2wadio.com 多謝袁醫生今天分享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旅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我們有兩間分店 分別在銅鑼灣和中環 電話288248400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104-t-h-e-i-a-l-o-t-h-o-a-l-o-o dá-l-o dá-l0-d-h-a-l-o dá-l-o You a coop